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周四 4月13日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动作频频 主导了当日会是走势 先是接连发表两条推文表示 有信心相信朝鲜问题将会很快得以解决 一度令市场紧张情绪得以舒缓 黄金则受到了卖盘打压一度急挫 可是随后美国向阿富汗投掷了最大非核五行炸弹 引发市场避险情绪 那受此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货黄金迅速跳涨并迅速收复当日跌势不断走高 最高一步触及到了1289.45一代 此外 因西方复活节假期影响 上周五黄金市场修饰 上周金价整体大涨了约2.6% 那从上周四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公布值为23.400人 好于预期的24.3万人 并连续三周路的下滑 接近今年2月时跌至的22.7万人的44年新低 而这一数据也已经连续110周处于30万人关头下方 为1970年以来的最长周期 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复苏 但同时段公布的美国3月PCI意外环比下滑了约0.1% 为2016年8月以来的首次环比下降 由此可见 目前对完成美人数通胀2%这一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 那ACY希望认为 近期极右翼党派在欧洲今年选举中势力上升的可能性 以及英国首相特雷莎美正式启动退欧程序 提振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 而层出不穷的风险事件更是有力助推金价上过的前期重要的阻力压制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 美元过强 希望看到美国利率保持在低位 而在去年竞选时期 特朗普曾不断抨击耶伦的低利率政策 并表示美元升值将会对美国经济有利 另外 在食物市场方面 印度三月的黄金进口量将前一年翻了数倍 因珠宝供应商预计在本月开始的婚礼季 以及印度的传统宗教节日 佛陀满月节将会带动黄金的食物需求 那综合来看 近期金价在尝试突破后仍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原油市场方面 在上周三 4月12日 美国能源星期数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库存数据 结果显示 美国原油库存亿万减少了216.6万桶 而汽油和精炼油库存下滑 但在数据公布后 油价却没有因此受到良好的提振 反而在短线冲高后大幅跳水 那受此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日美国WTI原油自53.58向下回落 最低跌至52.51一代 累计跌幅达到了近100点 并结束了此前免续四个交易日的上涨 那从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 EIA原油库存意外大降216.6万桶 明显好于市场预期的减少77.22万桶 全值为增加156.6万桶 此外 当周EIA汽油库存减少297.3万桶 精炼油库存减少215.3万桶 那综合来看EIA汽油库存连续8周下降 精炼油库存连续9周入的下滑 不过这并没有明显带动油价的持续回升 此外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当日 也公布了月度远游市场报告 那此次月报显示 因成员国连续第三个月实施减产 且减产的执行率高达104% OPEC的三月原油产量下降了15.3万桶每日 那ACY西万认为 此前油价连续飙升 除了受叙利亚紧张局势的支撑外 沙特可能支持延长减产协议 成为了油价最大的助力 沙特方面曾表示 将在5月OPEC会议上 将1月开始实行的减产协议延长6个月 那OPEC在本次公布的月度报告中指出 OPEC由产出目标的11个成员国 将产出削减至2976.1万桶每日 并且OPEC认为 健康的需求及减产提高了市场的稳定性 目前OPEC在5月延长减产协议 可能性已经完全被原油市场所消化 而该组织目前也正在评估减产的时间方案 有消息称将会延长减产至6个月 也有消息认为将会延长减产至3个月 而延长减产期3个月而不是6个月 也是该组织正在评估的方案之一 因为这将允许对市场发展进行监测 并做出灵活的应对 但市场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他们认为目前并没有理由延长减产协议 如果OPEC要把油价推向每桶65美元 并导致石油钻探活动加快复苏 那最终结果将会与最初实施的减产协议相背道而驰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区方面 那距离法国大选仅剩一周的时间 但选情依旧不是很明朗 欧元对美元的走势仍旧较为低迷 仍未能有效脱离近一个月的低位 目前交投于1.06关口附近 不过伴随着法国和德国两国利息再次扩大 反映出市场对法国大选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暗示回家可能将会持续走软 在上周五4月14日耶稣秀难日 欧美国家休市市场交投清淡 加上法国大选不确定性继续笼罩市场情绪 欧元对主要货币整体走低 那第一轮法国大选将于4月23日举行 从近期的民调结果来看 目前选情十分焦灼 不仅如此 法国民调机构显示 马克宏在第二轮大选中击败勒庞 成为法国新一任总统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那当前四位候选人中 马克宏、勒庞、菲勇、梅朗雄的支持率相差不断缩小 未来如果马克宏不能进入第二轮选举 那么对于欧元来说将会是一个灾难 当然市场的参与者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法国大选最坏的结果 欧元对美元一个月的隐含波动率在过去五周内已经从7.25%上升至13% 目前处于去年6月英国退欧公投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外法国德国十年期收益率差从两个月前的56.9个基点上升至73.8个基点 未来仅仅是法国会抛弃欧元的想法 就可能会引发市场中的多米多骨牌效应 乐旁获胜可能会令欧元对美元轻松跌过平价 并一路跌向更低的位置 因为一旦没有法国这一核心国家中的核心就没有欧元的体系 整体来看本周欧元区方面的经济数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对欧元的态度 我们还需要关注法国大选行情的发展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镑 那在上周三4月12日欧洲时段公布的英国二月薪资数据好于预期 二月ILO失业率符合预期 但三月官方失业率却差于预期 那受此影响英镑对美元短线拉升约20点至1.25一期 那此次公布的英国就业数据总体表现稳健 表明英国的就业市场仍在稳健逐步收紧 但尽管如此仍不足以促使英国央行收紧政策 所以该数据当日对英镑的提振作用也比较有限 此外 此前稍早公布的英国通胀数据表现也差强人意 退欧目前仍未对英国经济构成明显的冲击 一度短线提振了英镑 但此次数据并未好到足以促使英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后市中对英镑的提振作用也会比较有限 英镑后市的走势主要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和英国退欧谈判的进展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日元 那在上周五四月十四日欧洲时段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CPI数据 结果表现不佳 美元指数也应声加速下挫 变相提振了日元 此外 市场发生的风险事件引发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使得日元受到了买盘提振 美元对日元短线下挫 那受此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元对日元在跌破了110关口后持续向下突破 当日累计跌幅超过了近100点 创资2016年11月以来的新低 那ACY西万认为 虽然在上周会是迎来了复活节假期 但近期的风险事件仍主导着市场行情的波动 作为具有避险属性的日元 势必受到了投资者的关注 美元对日元在连续几个交易日都收出了阴线 打幅下挫 那据外媒报道 朝鲜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第六次核实验 或者将进行更多的导弹发射 无视联合国的制裁和来自美国的警告 此外 继美国导弹空袭叙利亚之后 美军又在阿富汗投掷了最大飞核炸弹 使得全球多地封严四季 另外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 将于4月23日举行 届时也将再度挑起市场的避险神经 但是投资者也需警惕 未来日本央行可能还会进一步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 来应对日元施加持久的负面打压 因为一旦日元进一步走桥 日本央行将不得不宣布冲击市场的新的宽松政策 来为更有效地提高通涨预期 好 在了解完上周的基本面消息新闻之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值得我们所关注 大家好 我是ACY的Siri 欧盟统计局3月31日公布的 欧元区3月为几条CPI年率出值 显示增速放缓至1.5% 主要受能源价格增速放缓驱动的影响 本次数据将对之前进行修正 欧元区通胀复苏仍不稳定 尤其核心通胀偏低 欧洲央行要将维持谨慎立场 本周公布的美国EIA原油库存 意外减少216.6万桶 结束连续三周的增长趋势 练长季节性维护结束 高库存紧张状况 有望得到缓解 虽然原油库存下降将支撑有价 不过市场仍在考量OPEC组织 是否会在5月会议上减产 此前沙特称将在5月OPEC会议上提议 将1月开始实施的减产协议 延长6个月 美联储公布经济贺比书 美联储在3月初公布的贺比书指出 自1月初至2月中旬 美国经济以小幅至温和的步伐扩张 大多数地区房屋建筑和销售 持续温和扩张 多数地区制造业增长幅度温和 美国截至4月8日 当中出勤失业金人数为23.4万人 是第110周位于30万人关口下方 本周公布的出勤数据 要将继续维持良好势头 预计市场对贺比书出勤数据 将反映较为温和 除非出现较大意外 英国2月计调后零售销售月率 实际录得1.4% 创2016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 该数据可能会在3月回落 随着英国在3月29日正式开启脱欧程序 市场担心英国经济会受到拖累 加拿大3月CPI年率升幅 料将下降至1.8% 此前一度升至2% 在能源价格增速放缓之际 CPI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加拿大央行在4月决议上也表示 通胀处于2%的目标水平 主要是受到临时性因素影响 三项衡量核心通胀的指标下滑 与经济中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一致 关注家园对此反应 如通胀增速放缓差于预期 美元对家园将受益 另外关注贝克修斯石油钻井数据 若钻井持续回升 将加大市场对美国原油产量加速回升的忧虑 法国大选将在4月23日本周日迎来第一轮投票 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崛起 令市场感到不安 民调显示 中间路线候选人马克宏和极右翼民族阵线主席庞乐 支持率都是22% 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和保守派候选人菲勇 支持率分别是20%和19% 庞乐意欲恢复法国发廊 并由这一货币重新定价法国政府债券 而梅朗雄提出了退出北约 并重新谈判欧盟条约 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成功都可能导致另一次欧盟危机 甚至超过2011至2012年的危机 好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会视情报局 如果有疑问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nf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